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登提到乌克兰人顽强抵抗的任性 他说 一年过去 基辅挺住了 乌克兰挺住了 民主挺住了 拜登还提到 美国政府本周稍晚将宣布新的对俄制裁 他并表示 普廷近一年前发动入侵时 他以为乌克兰很虚弱 西方立场分歧 他以为自己可以撑得比我们久 但他大错特错了 北京消息 中北因侦察 祭求事件而关系再度紧张 中国今天发表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报告 报告揭露美国在政治 军事 经济 金融 科技及文化方面的霸权行为 环球网今天引述报告说 美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后成为全球头号强国 更加肆无忌惮 粗暴干涉别国内政 谋求霸权 维护霸权 滥用霸权 大搞颠覆渗透 动辄发动战争 遗害国际社会 报告宣称 美国惯于打着民主 自由 人权的幌子 发动颜色革命甚至直接发动战争 又指美国大搞集团政治 调动对立对抗 报告还说 美国滥用出口管制 强推单边制裁 将经济金融霸权沦为地缘政治武器 报告表示 中国一贯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反对干涉别国内政 美国应该摒弃霸权 孟菲斯消息 田纳西州孟菲斯市一处夜店及其附近区域昨天凌晨发生两起枪击事件 共造成一人死亡 十人受伤 据孟菲斯市警方通报 调查人员认为这两起枪击事件有关联 目前还不清楚枪手作案动机 也没有关于嫌疑人的可靠描述 调查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莫斯科消息 据俄罗斯工商日报报道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已经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预计将为乌克兰战争讨论和平计划 工商日报报道说 王毅此行主要目的是让北京在乌克兰解决方案中发挥更大作用 王毅在今年度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再度呼吁对话 并建议欧洲国家冷静思考如何结束战争 王毅还说 有些势力不想让谈判成功 让战争停下来 王毅没有详细说明他指的是谁 此外 意大利外交部长塔加尼上周末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时发表和平演说 国家主席乌克兰一周年时发表和平衡